我们需要的那些资料 所以有的时候杀机可以不用扭刀 如果有时候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的话 那个报表内容不是需要用那么多栏位的话 我是建议你干脆直接用什么 用康义符跟三维符 其实就可以帮我完成 那里面的话有个重点 就是用定义名称这部分也蛮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会定义名称的话 那有些事情恐怕还是要不断地在改 或者容易出错 再来可能没办法理解到底那个范围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假设我希望改成用枢纽分析来做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你可能应该这个位置应该不陌生 在插入里面有一个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里面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带入的是哪些蓝 特别是哦 它会自动帮我把那个范围里面的蓝都带到 这一个我们的左上角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希望把哪一些蓝拿来做分析的话 那里面当然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列一个是蓝 纵向是列横向是蓝 那你可以把这些蓝位呢把它带到你要的列 或你要的蓝里面 那最后做什么样的计算 所以呢中间这个区块是做计算的动作 那计算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名称它就是帮你做conif 如果是里面是有数字的话 它就帮你sumif 那除非呢你可能需要别的啦 比如你要把sumif或conif改成其他的像什么平均的话 那就是average if ok如果找最大最小 就是其他的需求 不过常用的我想还是用sumif或conif最多 那所以呢接下来也许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怎么去完成 那里面当然呢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我今天假设我希望做出类似 像这样的一个枢纽分析表 那里面的话纵向就是我的名称 就是像那个产品名称嘛 假设哪些产品在列 然后呢哪一个区域在蓝 最后帮我把它里面呢 卖出去的那个台数帮我加总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 切到刚刚的这个部分 先停止一下 OK 然后切到我们 刚刚的那个通讯产品 做完的 这一个工作表里面 那首先第一个 请你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就可以了 任意储存格 那再找到插入里面有一个叫 枢纽分析表 按下它之后 那它会自动帮你抓到什么呢 抓到就是 你现在 这个范围 整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一定是连续范围 所以中间如果像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中间 断开来 有一个什么 空白的 列的话 那就不OK 那就资料没有正规化 OK不能有 断开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规化了 那表示这个资料是OK的 再来呢你可以位给那个枢纽分析表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会给一个 工作表名称加范围 OK那我们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按确定 那它会自动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如果 将来如果说你要放在其他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放在 某一个工作表的下方 所以一个就是一个工作表里面可以放好几个枢纽分析表 不过目前我们 全新的一个好了 新工作表按确定 接下来呢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那个画面上你会发现 我刚 给各位看的 左上角这个区块就是你要放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统计的是 产品名称 所以请你把产品名称放在列标签 OK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我把那个 这个产品名称就显示出来 再来区域的话 帮我放在蓝 蓝的标签 OK 这个 出现了 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 希望在统计他的 卖出去的台数 OK不是销售额 你把它放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里面的东西显示出来 不过显示的结果好像怪怪的 你会发现他这个目前 他是用技术 可是我要的不是技术 也就是说 他现在 是 帮我把它改成 所谓的 Count if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记得你这边 可以 再点选他 点选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我看区域名称 单位台 OK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点选那个技术的部分 帮我改一下 因为他预设 要不就是Count if 要不就是Same if 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把 这个地方点选之后 然后他会跳出一个 值的栏位设定 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的预设 应该是加总才对啦 不过他奇怪怎么跳到那个 那个项目 把它按加总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做修改之后的话 他马上 由 Count if 变Same if 所以基本上 用最多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先介绍 那个 Count if 跟Same if 基本上 他背后运作的 就是这两个函数 为主 其他的话呢 都是后面我们再把它加进来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刚 最重要你把 这个 名称加到列 区域加到栏 然后呢 单位台加到这个 Sigma加值的部分 那里面当然我刚好给各位看 你把它点选之后他这边有个 那个所谓的值的设定 那值的设定 其实最重要就是底下 这几个项目的功能 最常用的也许加总跟项目 平均最大值还有成绩等等 比较这些功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呢 他 旁边有一个页面叫值的显示方式 如果说 将来你要显示 大方我们 如果看到他销售的数量 其实好像还没办法表现得很明显 的话 其实我们常常做的就是 可以把值的显示 把它改成什么 百分比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全部的总 Total的百分比占多少 我想要知道百分比就好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切到值的显示 把它改成所谓的 总 计算百分比 这边的话呢 如果把它改成总计算百分比的话 按个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把 每一区 的销售情况的百分比 帮我显示出来 OK然后呢每一个产品的销售百分比也帮我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你显示的不希望是数字而是希望 是百分比的话那你可以从 一样从这个地方 蓝位设定部分的话 可以把它稍微做个修改 OK 那目前的话 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那我们 这个枢纽分析表 暂时还是先把它改 我至少知道说有这个功能 按个确定 当然显示的方式 除了说 有所谓的总计百分比之外 其他还有其他的显示方法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谈 首先的话呢 我一样再把它改为无计算 按确定 又恢复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把它 做完之后 接下来呢 假设我不希望显示 特别注意 这上面有所谓的蓝标签 跟列标签 那这个蓝标签 跟列标签 放在这里感觉怪怪的 蓝标签列标签 所以你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 要不就是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蓝标签 跟列标签 改成有意义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蓝标签 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 所以你上面 你可以在蓝标签点两下 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区域两个字好了 比如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改一下区域 其实它是可以允许被 变更名称的 列标签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 产品名称 然后这样改完之后 接下来的话 还有哪一 不过除了说你可以改名称之外 那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 我干脆不要显示可不可以 不显示 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会 感觉多了一个东西在那边 如果你今天你不希望它显示的话 还有一种做法 如果这个跟这个 假如 第一种方法是改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不希望显示的话 请你看到 枢纽分析表的选项 找到 那个 左上角 如果你不显示它的话 你可以点选 有个叫 栏位标题 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栏位标题就不见了 OK 另外 顺便讲一下 上面还有什么呢 加减的按钮 不过你会发现 现在假如你加减按钮按下去 它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不会work 你想说不会work 那干嘛这个东西 特别注意 这个加减是什么时候 会需要用到 我先把那个加减 还是恢复 我们 请各位 在哪里呢 列标签下面 再把年度 年度 帮我拖拉到 产品名称的下方 OK 这个时候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拖拉到下方之后的话 列 又多了一个部分 就是 在大卡大手机下面 会有101年 102年这些讯息 而且 它的旁边会多一个 简号 这个简号不是装饰用 你可以点它一下 它就什么 它就折起来 再按加号 又打开了 有点像是 打开收起来 收折的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 这个地方 就是 两个 列里面两个栏位 可以收折去观看的话 那这边有个加减 不过呢如果将来你 不想让 使用者可以任意的去切换的话 那你可以把加减这个部分 点击下去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这个加减 把它点击下去的话 那这边的加跟减 就不会出现 也就意思说 就不让你收折了 你也没办法收折起来看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边有一些功能 可能要让他熟悉一下 以后呢哪一些 可能你不要的 你可以 自己在针对你 对 实际上需求 去做一些 这个调整 最后的话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功能 像这个刚刚提到的 在讲义的26页 栏位 的标题 如果你把它点击下去 它就会是空白的 如果你要写字的话 不然你就是把那个 栏的标签跟列的标签 重新命名 命名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就是说 假设 假设 我这个 枢纽分析表 已经 不要了 我要把它删除的话 那以前删除的话 理论上当然呢 我们习惯上都是 它选取 按delete 对不对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选取delete 这是一招 但如果你不想用 选取delete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在选项里面 它当然还有一个什么 可以让你什么 选项里面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清除 那清除里面的话 可以 但第一个你可能要先选取 选取枢纽分析表 第二个的话 把它做清除 它就清除掉了 但是你会发现 刚刚的清除 跟 现在的清除 有一个最大不一样 你会发现 刚刚的清除 如果按delete的话 它是全部都不见 但如果说你刚刚用这个 选项里面的那个清除的话 它好像还要留这个东西 苏纽分析表 放在这边好像感觉怪怪的 如果你要彻底把它删除 恐怕还是要怎么样 还要按delete 不过delete掉 我们按delete 其实只有清除里面的资料 苏纽分析表是不见的 但是底下的格式还在 所以如果其实你要彻底清除的话 还必须利用那个常用里面的清除 清除全部 它才会彻底的不见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以后 假设加了之后 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 你用它里面的选取功能 不外乎就是说 你选取它按delete 不过好像感觉起来 最简单的方法 好像似乎 选取它按delete 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如果清不干净 建议 你可以用 清除全部 这样是最彻底的 不然有些时候 你可能加了 然后你不想要 让它存在的话 那你可以 利用我刚刚讲的方法 最 彻底的还是清除全部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要在底下 再增加 其他栏位的话 那比如说我增加年度 我可以再把它拖到列底下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底下 还可以做 所谓的 显示隐藏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哪一些项目 我不要让它显示 哪些项目 不要让它 就是 显示出来的话 我可以在 这个标签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还是需要把 所谓的这个标签 显示出 你才有办法去做筛选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我们把蓝标题 显示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产品名称旁边 会有个箭头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那个 大哥大手机隐藏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你把他的那个筛选 打勾取消按确定 有没有 这个就不见了 那其他也是一样 但另外 区域部分呢 如果你希望区域部分里面的像 东区部分不要显示的话 一样在这边有个筛选 你可以把东区打勾取消 这个时候呢 他 东区的资料 就不见了 OK 你可以用筛选的功能 所以里面的话 有一个筛选功能 可以把 你不要显示的资料 可以不显示出来 如果恢复的话 再点击他一下 记得把他全选就可以了 按确定 他要恢复了 那也就是说有些要显示 有些不显示的话 可以透过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 筛选功能 但是筛选功能呢 记得一定要是在 那个栏位标题 有显示的状态下 才能点得到 所以 这个变成说 如果你这个栏位标题 没有显示的话 那就没办法做 后续的筛选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 注意一下 可以再把那个哪些栏位 要显示 哪些栏位不显示部分的话 再做一个设定 那剩下来的话 其他就是说 栏位的排序 比如说你今天要针对哪些 做排序 其实在 苏牛分析表里面呢 他也提供让你 做再进一步的 排序功能 那排序的话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看你是要A到Z 就是D 增 或者是Z到A D减 当然你这边可以点选他 他会针对呢你要做排 就是排序的部分 但第一个你要先把范围选取 然后再做排序 他可以让你再做 资料 的重新排序 其他还有像进阶排序 也可以让你再排序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利用那个排序功能 再把这部分稍微 做个练习 再来的话呢 最后 还有就是说 在我们苏牛分析表 多一个叫做 报表的筛选 比如说我今天 我把年度假设我把它移掉 特别是要年度如果要移掉的话 我的习惯 当然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拖拉到上面 有没有删除某一栏的话 其实移到这个 上面空白区域放开 年度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是 用 所谓的筛选的方式 显示年度的话 你可以再把年度 放到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 报表筛选 这个报表筛选意思说呢 它可以用页面的方式 帮你显示出 你要哪一年度的 这个资料出来 所以把年度 放在 报表筛选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苏牛分析表的 上方 会多一个年度出来 这个加进来之后 那它的作用 主要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只要显示什么 显示101年的话 那你可以把101年 选取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只会 显示的是 101年的 结果 那 一样也是102年 如果102年就显示102年 其他的话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这个地方也可以让它显示全部 OK也就是说呢 可以再增加一个筛选功能 让你的苏牛分析表 想看什么资料 就可以做切换 去显示出来 大概会有这些功能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 最后呢 能够再让它可以 比较方便的 去做所谓的 交叉的分析 那所谓最后再讲的交叉分析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功能里面 可以再找到一个蛮重要的功能 这个交叉 分析 功能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要插入那个交叉 分析 比如说我今天除了年度 如果我还要再看产品 还要再看区域的话 那你可以从那个我们的选项里面 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插入这个交叉分析 这个功能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假设 点选它 我们先试着用年度好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的它旁边 也会增加 会增加一个像这样的面板 那这个面板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如果点101年 它就只会留101年 102年 就10 其实有点像是 刚刚的那个报表筛选 但是好处是可以用点选的 其他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它的右上角 会有个清除 清除筛选的话 你点选它 它会直接把它移掉 那如果你要删除掉它的话 点选它之后按Delete 它又 消失了 除了可以筛选 就是你可以 除了交叉分析之外 你还可以再去做什么 其他 其他更多的 像年度 假设产品也要 区域也要 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同时给你这三个面板 当然 理论上应该没有这么 不会用这么复杂 来做分析 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 有多重的 筛选的话 你可以一次产生多个 并且101年里面的大手机 然后中驱的 它会留下你要的部分而已 OK 大概是这样 交叉分析 如果要恢复的话 一样 再把它的右上角 这个按钮 把它点开来 它又恢复正常 OK 不过这个理论上 这个是 蛮方便的功能 不过有时候它还蛮佔空间的 放在这里 有时候 感觉不好用 所以 至少你知道有这个功能 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 记得就是 选取它 按 它就把它删掉了 如果移动它的话 很简单 就点击它 拖拉到你想放的位置 它就放在对的位置上 使用其实 我是觉得还蛮简便的 有时候你做报表的时候 一看马上每一区每一区就出现 移除就是这边移除 另外如果你觉得它 颜色不够漂亮 怎么办 没关系 上方你还可以再变换颜色 比如说你想要变个 这个 有点像偏 这个紫色的 按一下 紫色 所以不同的颜色上面可以变更 请各位稍微熟悉一下 试着把我刚刚讲的 樞纽分析表 里面的相关功能 试着使用看看 OK